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因为有火发吵架摔他的小孩 这个警察是因为打赌说他是一个塑料的娃娃 所以情况还不错 真的还是塑料的 中和假货太多了 我觉得其实后者更严重啊 就先不讲身份 我就算是普通人也理前者严重 为什么前者那个呢 你还可以说你是跟人家妈妈吵架 就失控了 后面这个呢 是你跟你去摔的那一家人 是毫无关系 路边见到 我是摔一把 是这样 像电影里边你试枪啊 这个你像我们随便看到 你随便哪一个人 我试试看 我这个子弹试不在 正好在 这个是很可怕 我替他讲句话 他会有没有可能是在酒醉的状态下 因为我太匪夷所思 不要说警察 正常人能干这个事 一般人都做不出来 所以我就说 他会不会是在酒醉的情况下 他在打赌 他真的是百分百相信 那是个塑料的 就是他当时 对 他绝不 他肯定心里没觉得 他是真的 他稳赢吗 打赌 他是不知道怎么说 他就觉得肯定是塑料的 对 我相信 探断错了 我赞成你这个讲法 我觉得这并不叫帮他说句话 这甚至可能是 试图去理解 就因为你一个正常的一个人 在理智清醒的状况下 你不太会这么干 也不太会那么分不出来 是不是塑料 而且就算是塑料 你就要摔一摔 你说是不是 所以我相信他真的酒醉 影响他的判断 但是问题在于 还有一点 这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正常人 就算醉了酒 会不会这么干呢 比如说我们想象 我们三个人喝醉了酒 路上看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娃娃 我们会说 文桃 赌一下 你说那是个塑料娃娃 我摔他看看 我们不会这么做 所以这里面还牵涉第二层因素 就是说他不只是酒醉 还加上一点 他不是一般人 他是什么人 他是有权力的人 就我觉得这个事情之所以惹起公愤 惹起那么多人的注意 就是因为最近除了这件事之外 我们还听过全国各地 过去这些年来 那么多的从城管到协警 到正式的警察 这种就是任意的使用手上的权力的事情 不是第一次了 这次只不过是特别严重而已 也就是说当有一些人他有权力在生的时候 他连醉酒的那个狂态 都比我们一般人要严重 如果从司法上来讲 醉酒 我没听说过醉酒以后 不能免责 对不对 完全没有 没有司法上没有这一点 所以他不能作为一个抗辩的人 当然不能 不可以 更何况是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更引起注意的 还不是他这个行为 这个行为本身是 问题是你的这个事情 一个月没动静 事情发生在7月18号 8月17号 法治日报报道了以后 这个事情才引起注意来处理 这一个月里边 就当地的公安局 把这个事情没怎么处理 说是把它禁闭了 禁闭15天 那就是说也已经解决了 你说是安阳公安系统行动慢吗 不是 安阳公安系统前一阵有一个案件 你知道有个人在公交车上杀人 连环杀了死好几个未成年人 对不对 一天就破案了 打浑身是血就抓到了 所以说他们其实工作效率很快 现在很多人在提问题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不是法治日报去报道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会怎么样 你明白吗 假如这件事没有法治 而且他们提了一脸餐的问题 这一个月里边 不仅公安系统没什么处理 连这个受害的这个家长 他们都闭开 他们都不谈 你可以看看他们 这个是侥幸 这个孩子还活着 对 就是你看这么点的小孩 是吧 但是不知道将来后遗症是怎么样 这个他们现在没法判断 就脑部的检测还没出来 对 而且他也不能连续的做检测 然后他就是 就是哎呀 这个严重犯罪了 但是你知道就是 但是他们没有当犯罪处理 因为他是禁闭 是违纪 做违纪处理 所以就是说 现在就出现一个什么现象了 就是你看 正如人家讲了 说民主不是什么最好的制度 但是他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 我觉得在中国呢 你看今天这个网络 其实经常我们也觉得这个网络让人缺乏安全感 对吧 可是呢 你又不能不说 在目前的情况下 对于很多这个惨绝人寰的这种这种事情 他也是一个目前中国所能找到的最不坏的监督方法 他不是最好的监督方法 你应该公检法建权 你就对了 对吧 但是当你这个不能及时被处理的时候 你要不靠这个法治日报 你要不靠这个网上这些个流传 所以现在有一种现象叫建光死吧 其实建光死前面就叫建光抓 我看现在政府也就是这态度 你只要酿成事件 只要酿成网络事件 这叫民意了 对吧 光机 一下你说他反应快得很 现在临州市局长政委全停职 连他上一级的这个安阳市的这个局里边的管 这个负责管临州这片的一个常委停职 然后从安阳下来一副局长 现在临时管临州的这个公安系统 就是他正要反应起来 那快的比哪都快 但是他们还没查清楚 他是不是许诺了几十万来封口 就是跟他家长谈这个事情 而且说停职吧 就说停15天 这个事情是不是那么简单的就完 不过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太好的例证 说明传媒现在在我们社会当中的价值 这件事情还真不能说是网络 因为法治日报是官方媒体 就是法治方面的媒体 你看这件事情看得清清楚楚 假如没有媒体介入 这个公权力机构自身 他这个事情发生在别的地方 可能就捂住了 就捂住了 对不对 就顾全大局了 就维稳掉了 可是法治日报在这里面起来 他不是一个网络的民意的建筑 他就是公权力的一部分 而且是官方的 对莫言原来就法治日报 看法治日报 所以有很多人怀疑说 整个这个传媒报纸 要必须宣传正面 其实什么叫正面 这种就是正面 那你要这么说 徐老师 我比你说的还高一层 我认为这次发挥真正重要作用的 还不是媒体 是法治日报 而是呢 法定的最高的权力机关 是人大的人 报的料 是吧 这所以是这个正能量啊 这不是什么民间 你知道最早的爆料人 法治日报这登了吗 这个人到今天呢 化名叫什么 负全德 因为他他在临州市人大常委担任重要职务 这是河南民警衰鹰案的爆料人 他目前用化名 他跟法治日报的这个 法治晚报的这个记者就讲 他说因为这个警察呀 在当地有很多关系 所以他说你请你谅解我 我不得 再说一下 他这个人身份 他不只是临州人大 他还是常委 我跟你讲 他是怎么回事啊 这记者问他 从最初决定爆料到法治晚报公开报道 有两周时间 这两周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傅全泽同志说 傅全泽同志说 像坐过山车 前一分钟感觉绝望 后一分钟突生希望 再一分钟就不知所措 他说 这个你的意思是不是压力很大 他说呀 他们都觉得是我把这件事告诉媒体的 所以政府各个部门的人都来找我 特别是公安局的人来找我 他说 我你看这就是徐老师 你刚才说的 这位人大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 他是发挥了我国人大的监督机制的正能量 这位他说 我觉得公安机关最大的错误 是在郭增喜衰英之后 没有依法按照故意杀人罪 或者故意伤害罪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处理 这个简直是泯灭了人性 他们只说内部违纪 他说你作为公安机关的领导 你这个时候该干什么 你找我 你来捂盖子吗 你不是要办他吗 他就说 所以这都是他的法复制晚报接受采访 他说 如果只有公安局 为什么内部有通报 这个事有内部通报 那么既然有内部通报 说明很多人早就知道 他说已经这个内部通报 还不只是公安系统 对 很多部门的很多领导都应该知道 可是为什么没人把这件事说出来 所以这位傅全泽同志呢 他把他的头出卖了 也不叫出卖了吧 他说你看 他说要按你记者的说法 我不是真正的英雄 我现在还是匿名 他说我觉得我们人大主任 才是真正的英雄 是他最早在公开场合 披露的这个事情 我当时听了也很震惊 我没有他的胆量 但我有一颗做人的良心 是我把这个事 告诉北京的媒体朋友的 你明白这个事情吗 那所以也就是说 当地的人大主任 早就在公开场合 已经提出过这事 然后还被夸勇敢 所以我回想一下 你刚才说的整段话 我觉得好笑的事来了 你原来说话的时候 我还以为 你又要证明了一次 我国体制的优越性 你看我们人大 作为最高的权力机关 再度发挥了 对 监督了体制上的优越性 结果搞到后来呢 首先一个人大常委呢 他要匿名 然后这个人大的主任 他公开讲这个事 还叫做游泳气 人大 人大举报 人大好像是做地下工作 不管怎么样 这个事情是正面的 就是不能与人民为敌 你不管什么人 你不应该与人民为敌 对对对 但是在一个前提底下 与人民为敌是不用怕的 那是什么 就讲 平常讲的官官相护 对 就是说 所以这件事情 但是还是打破了 但是有多少没打破的呢 这种官官相护的情况 多严重 这个我觉得人家 傅全泽同志 说的最后一句话 很想亮 代表我们人大 是吧 他说这个 有人说怎么 你为什么要管这个事情 我说 我管不了你 终有一天 人大代表们 能管得了你 虽然傅全泽同志 还是匿名 匿名 这样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美国正加紧遏制中国 继南海和东海问题之后 又重新打出台湾牌 美国众议院最近通过法案 全面提升美台政治关系 并批准对台出售F-167D战机 和导弹护卫舰 美国强化台湾的战略地位 会不会使两岸关系再现危机 台海问题 在中国整体战略中的地位 会否出现重大变化 大陆应否调整对台战略 红花廊 黄旅大战略 星期日晚上 凤凰威视中央台 地球上 有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 都在追寻的 第五级 欢乐级 北纬20路 关门湖海口 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级 两千七百年酿酒传承 八百年人民教师 三代国家酿酒大师 珍藏石教 靠自教 听你说的这一段 我才明白一个细节 我之前想不通 就是说现在这个姓郭的警察 叫异地勘押 他不在灵州 他到安阳去勘押 我当时很奇怪 我想 你犯事了 不管怎么处理 你这个公安 原来他当地没法勘押 看来他这个地势力之大 整个这个事情 使我想起了 包括一连串的事情 使我想起了 莫言红高粱里边的 一个虚构的情节 你听我讲是有关系的 莫言红高粱里边 电影后来删掉了 就是那个土匪 就是那个于斯令 他有个叔叔 那个叔叔呢 强奸了一个名女 那个他那个土匪 队伍里边呢 有一个人副官 这个人副官呢 就是按他的小说的写法 就是八成是个共产党 就是说那个 小说里是这样写法 其实就共产党 你知道这个在我们的电影 剧本里边常常出现 就是一帮土匪 最后一个地下党进去了 把他们改造过来 结果这个人副官呢 就跟于斯令说了 他说虽然这是你的叔叔 但是他今天 就是犯了这个事情 应该怎么办 怎么办 所以小说里边 就写了这一段 就是你像 你像于战敖是一个土匪 对不对 但他打抗日 在那个时候 他最后去找到他叔叔了 把这个枪拿出来 他叔叔呢 说我明白了 就说他自己把自己打死 这个细节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说 你一伙人 中间自己人 有人犯了罪了 谁都知道是罪 你是拿出来公开的 受到审判 惩罚 还是说你保护自己人 这个是一个三大王土匪 跟一个现代军队 跟现代政府的分水岭 这个讲得好 这讲得好 而这一类的 它是一个虚构的情节 但是这一类的事情 你们仔细想想 而且你讲这个莫言呢 我就说 我可以还为郭总洗说句话 就是什么呢 临州我不知道是个什么地方 但是应该啊 算是一个城市了吧 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啊 可能是非常的过分 但是我必须要说一个 在中国乡村呢 乡村存在的一个背景 你看 为什么我老早就说 我说中国人 你现在 现在还是前现代吧 你要真进入现代社会呢 你得懂得一件事 就是个人隐私 包括过去说的这个群己 就你要分清楚啊 什么是你的 什么是我的 什么是你的 什么是我的 有些事是越雷迟一步 都不可以的 因为你知道我 这个叫我就见的多了 好比在乡村里 有些乡村派出所 乡村警察 一方面 他是有点这个这个这个霸道 对吧 但也有一种情况呢 有时候邻居之间 有个发生 对吧 他叭叭打了你一下 或者看你背这个锄头 或者拿这个行李 他想拿来看看 碰他就抓了 拿来看看 你明白吗 就是他有时候 又有一种乡村的这种 人情失故 比如说有些行为 你要是香港警察 你碰我一下 这家伙这个就可以告你了 对吧 但是呢在中国有些落后地区啊 他这个 有时候这个公务人员和老百姓之间呢 有时候 就推推上掌 甚至你看秋菊打官司 讲的是什么事 但他来讲 光我的村长 踹你一脚 就踹你一脚了 这就 就是那么一种状态 但是就是说 你需要文明 你需要 关键还不是在他做什么事情 比较普遍的情况就是说 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做的不对 但是问题是他是我们自己的人 对不对 比方说最简单的 今天出事了 我徐志东出事了 那你 你跟我闹到就讲 咱们朋友 咱们怎么样帮帮他吧 对不对 你在这个时候 你 但中国人都会有这么一条 你邻里相亲啊 说起来是谁是谁啊 是自己人 你这个讲得深了 实际上啊 这个关起门来 对吧 比如说咱仨当中 有人出了事 我老实讲 我肯定第一个想的就是 先别管他犯了什么事 到底怎么能最大程度的帮他 搞定这事 把这事铲了 对吧 帮他铲了 这确实是中国人的一种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条 但是如果你是公安局局长呢 那这个时候 大家凑到一块 还是这么办的 所以你想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 我们现在很常见的现象 你看这么多人犯事 你不要说这个案子 我们有太多的重大的案件的审理 牵涉一个地方的 一团官员 一团集团里面的人的时候 都喜欢拿去异地审查 或者异地审判 对不对 就是说明他那个当地 那也就是说在当地呢 出现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就平常呢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会觉得司法体系 跟你行政体系 是有点不太一样 虽然中国不讲 三权福利这种邪路 但是呢 你你你到底 比如说你我们 如果法院 人民法院那么可信 那么公正 整个制度 全国都一样 那么平均的话 一个人在这犯了事 他拿回到这个地方 去送审 有什么问题呢 但不行 在中国我们叫异地审判 不止如此 我们中国的官员 地方官员 常常是要异地抽调 是不是 你比如说 你福建的省委书记 往往都不可能是福建人了 对不对 异地工匠 这个呢 其实就是唐朝 繁政割据以来 我们一直的一个 重大的问题 就怎么样阻止 一个地方上的一些 权力人士官员 对 形成一个团伙 好 我们今天看下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为他头痛 有这么多的麻烦事 但是我们可以去想想看 别的国家怎么做 别的国家 为什么没有这样的问题呢 甚至去广告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一想 强强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然你看有些事说郑州市有一位从警数十年的老警察告诉记者 说你看他这警察判断这件事兴致不重 他说啊这个尽管郭宗喜衰英啊是酒后所为 但是这个举动太疯狂太残忍了 对他处罚15天纪律处罚确实太轻 做出双开的决定就可以了 也可以我甚至最理想的角度来讲 这种帮自己人的做法 是不是因为我们强调义气呢 就是中国 但是我后来一想也不是 你仔细想一想 强调义气的水火传里边 宋江被李逵怀疑说他欺负民女 李逵不是吵得要造他反吗 记得没有 就他们是哥们义气了 义气第一了 但是你要违反了他的中义的原则 天条 对 就你李逵还可以反宋江 那你今天一样到 所以这中间有一条线 你是一个哥们 地方也是共存共荣 我们都在一条船上 出了事情大家都不好处 但是总有一些线 使得你揽在身上 是比隔开是要危险大的多 但你要考虑一点 就今天的这些团伙里面 他有时候不只是义气 疫情还是纯感情的东西 他还有利益 比如说假如我们三个人 我给了你点好处 或者你在哪儿了 哪里点好处 给我知道了 那么然后今天要是你出事了 我难道就捅你吗 我去捅你的话 或者说你出了事 我不敢捅你 或者说我出了事 你也不敢捅我 我们反过来还要互相保护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我们大家都干过一些什么事 我们大家也都互相有些什么把柄 我们大家也都互相有些共同的利益所在 就是这么简单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判断问题 就是他判断这事能捂得住 那么实际上现在 你比如说这是香港警察 香港廉镇公署什么的 你吃顿饭 他都觉得担不起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